哈喽各位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感恩可以在线上 跟大家一起参与今天的主日崇拜 我们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 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 在线上线下 我们都可以一同来感受 来体会 来安静自己 在神的面前 来领受神的恩惠跟慈爱 我邀请这种姐妹们 我们可以一起预备心来 参与今天的主日崇拜 我们欢迎圣灵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敬拜的心 喜乐的心 来感谢赞美 透过敬拜的诗歌 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生命 献上我们的心 为己在神的面前 我们欢迎敬拜团 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 哈喽丽娜 両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因为在祂里面有喜乐和流 Amen 我们一起来拍手 喜乐和流 喜乐和流 来充满我 生命全员 来教官我 有你同行不再去跑 无论何处 紧紧跟随 我要 walk 我要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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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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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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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of 有你同行不再去跑 有你同行不再去跑 请不再去跑 时间跟随 我要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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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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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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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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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喜乐和乐,来充满我 生命圈圆,来教官我 有你同行,不再去怕 无论何处,静静点睡 我要 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我要 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喜乐和乐,来充满我 生命圈圆,来教官我 有你同行,不再去怕 无论何处,静静跟随 喜乐和乐,来充满我 有你同行,不再去怕 无论何处,静静跟随 有你同行,不再去怕 无论何处,静静跟随 哈利路亚,主我们敬拜你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敬拜你 主啊,因为在你的里面 有喜乐的圈圆 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欢迎你 主啊,你的同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 我们敬拜你 Amen 今天要帮我们聚起我们的手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圣灵 这世上有谁能够想你 你的爱与荣美不至极 世上无一世无能相比 唯有耶稣,你能满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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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上有谁能够想你 这世上有谁能够想你 你的爱与荣美不至极 世上有谁能够想你 世上无一世无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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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耶稣,你能满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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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耶稣 你胆在 еspsee 就 wie 祝祢 祢同在如天堂 祝祢 祝祢是我生命的翅膀 我软弱是祢充满怜悯 从一切错误当中珍珠我 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 祢同在如天堂 降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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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同在如天堂 祢同在如天堂 降临 祢同在如天堂 救参!! 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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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在露天堂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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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天堂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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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哦 耶稣 你同在如天堂墙里 哦 耶稣 哦 耶稣 你同在如天堂墙里 哦 耶稣 哦 耶稣 你同在如天堂墙里 哦 耶稣 哦 耶稣 哦 耶稣 你同在如天堂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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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那日与你面对面 世上无一世无能相比 唯有耶稣 你能满足我心 我愿用一生年日等待 直到那日与你面对面 世上无一世无能相比 唯有耶稣 你能满足我心 唯有耶稣 你能满足我心 唯有耶稣 你能满足我心 谢谢敬拜团 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 接下来呢 是我们教会报告的时间 那第一项呢 就是我们教会的奉献 奉献呢 其实也是属于敬拜神 透过我们的金钱 我们献上我们的 所得的 所获取的这些的金钱 来献上给神 向神献上感谢 敬拜赞美神 所赐给我们丰盛的一切 我们以上呢 是我们教会户口的 银行资料 弟兄姐妹呢 可以转账至 以上的银行户口 收据可以寄往以上的邮件 并且在邮件内 注明封线性质 以及所属的堂会哦 那我们接下来呢 是我们每周二 晚上的晚导的时间 邀请弟兄姐妹 可以更多的来参与 我们教会的祷告会 让我们的祷告的火热 可以传递下去 传到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我们所在的地区当中 透过祷告的火热 可以震动神的火 接下来呢 是我们承导的时间 每周 每周一到周五 早上六点半 会我们线上承导 邀请弟兄姐妹 一起来参与 透过我们分享的 这个YouTube 当中 有一起敬拜 分享信息 还有一起祷告的时间 每天早晨 我们都把自己 先带到神的面前 让神的话语 神的慈爱 充满我们 成为我们一天 所需的力量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 接下来的幸福小组 就到第六周 感谢神 带领我们的幸福小组 我们可以透过幸福小组 来传扬神的福音 让带领人 信主 继续来 为着我们的幸福小组 来祷告 学神保守 他们在最后的两周 可以得人如得云 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 来相信主 也并且 预备他们的心 一起来参与 我们教会的聚会的活动 让他们可以适应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 一起来享受神的爱 好 接下来呢 就欢迎我们今天的讲连 我们欢迎 陈中环传道 在我们分享 在我们当中 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欢迎陈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 主礼平安 感谢主 今天能够再一次 回到这个主的家中 能够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 虽然我们是在线上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的主 依然的与我们同在 来聆听 我们来敬拜他 今天呢 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一个重要的话题 就是与神的灵同步进行 我相信弟兄姐妹 你在教会里面 你常常会听到 很多人一直跟你说圣灵 圣灵 牧师 长老 传道 或者是主掌 弟兄姐妹 常常都跟你说 你要依靠圣灵 依靠圣灵 究竟圣灵是谁呢 弟兄姐妹 圣灵为什么 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这么重要 对于我们的 整个的生命 为什么 他不可以 不可以 我们不能缺少 圣灵在我们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 很重要 我们要来了解 谁是圣灵呢 弟兄姐妹 谁是圣灵 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认识他 为什么圣灵 是这么样的 对我们来说 真的 我们需要来敬拜他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的是 圣灵本身就是神 圣灵本身就是神 弟兄姐妹 很多人不理解圣灵 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敬拜父 我们可以敬拜子 我们能不能敬拜圣灵 弟兄姐妹 圣灵是神 所以我们应当也来敬拜他 我们应当也来敬拜他 我们所拜的神 是三位一体的主 这个三位一体的主 他不是说 就是耶稣本身 只有一个是主 或是圣服一个是主 或是圣灵 不是 他们三位都是一体的 三位都是神 三位是一位神 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概念 他们不能缺少彼此 就像耶稣所说的 这个父 就是要透过子 才能够创造这个世界 因为万物都是 借着耶稣被造的 这是一个 很深奥的深血的课题 但是你不需要认识到这么深 你就需要知道 圣灵他本身也是一个神 圣灵本身也是一个神 所以你也要来敬拜他 就好像约翰福音 四章二十四节 就告诉我们 神是个灵 所以敬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他 弟兄姐妹 神他本身是个灵 灵是什么 灵是看不见的 灵是看不见的 是摸不着的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 这个就是灵 所以神他本身是一个灵 弟兄姐妹 我们有这个 我们的世界 有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 我们也有这个灵界 灵界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世界 我们以前拜偶像的时候 我们就拜一个木头 弟兄姐妹 那个木头 它有什么功用吗 其实它没有什么功用 但是你期待这个木头 可以帮你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吗 不能 而是它背后有一个邪灵 在工作 它背后有一个邪灵 在工作 所以你才觉得它很灵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的圣灵 我们的神 祂是圣灵 祂是圣洁的 所以祂不会来害你 所以你要知道第一点 圣灵 祂是神 你要来敬拜祂 就好像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认识圣灵 我在15岁那一年 我第一次接触到圣灵 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 我关上门 我在敬拜 我就祷告说 主啊求祢让我认识圣灵 让我经历到圣灵 突然间圣灵就这样充满 在我的身上 我就真实地跟祂建立了一个关系 我就真实地跟祂建立了一个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圣灵很重要 为什么耶稣要回到父的身边 如果我们看圣经 耶稣说 如果我不回去保惠时就不能来 圣灵就不能来 为什么耶稣要回去 让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为什么圣灵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 耶稣自己说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 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 耶稣这样说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就是真理的灵 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圣灵他是一位保惠师 你知道什么叫保惠师吗 保惠师就是你的保守者 你的帮助者 或者保惠师他还有另外一个翻译 就是中介 中介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是神 这是你 中介已经断裂了 你来不到神的面前 因为中介有一个空缺 但是圣灵就成为那个中介 他把神要告诉你的旨意 来传递下来给你 他把你的祷告也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 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 他要保守我们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Pastor Simon 他常常说 神要保守我们 保守到什么 保守到底 弟兄姐妹 神保守我们 是要保守到底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圣灵常住在我们的里面 要耶稣他不能 他不能 就是他需要回到天上去 因为圣灵来了 圣灵才能够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的平安在我们里面 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这么宝贵 因为我们有神的平安 我们有神的喜乐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神的盼望在我们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保罗才说 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电 你的身体就是神的电 你要照顾好你的身体 你要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住到舒服 所以弟兄姐妹 圣灵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怎么样 我们就能够常常的来经历他 认识他 我刚才讲到我认识到圣灵 刚开始接触 为什么我用认识 而不是知道 因为那从15岁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我跟圣灵 开始建立关系的一个时候 从15岁的那个时候 我就常常的在跟圣灵讲话 跟圣灵对话 跟圣灵祷告 然后开始跟他有一个很 很亲密的一个的关系 常常享受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跟保慧师需要来建立一个的关系 因为保慧师是来帮助我们的 圣灵是来帮助你的 第三 弟兄姐妹 圣灵是我们的老师 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你在全世界 你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老师了 约翰福音14章26节 告诉我们 但保慧师 就是不因着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 并且要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弟兄姐妹 圣灵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记得我刚开始 认真的在学敬拜和祷告的时候 我开始提升我自己的生命 开始学敬拜祷告 我真的不懂 什么叫敬拜 什么的祷告 虽然我带敬拜 我从14岁开始带敬拜 但是我在21岁的时候 我才真正20岁 我才真正开始学会祷告 20岁 19岁 20岁 我才真正开始学会敬拜 虽然我在教会里面长大 那是因为我曾经作为一个祷告 我在19岁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圣灵求你来教我怎么样敬拜 圣灵求你来教我怎么样祷告 你知道弟兄姐妹 每当我在敬拜前 我就做这样的祷告 我的敬拜 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说 有恩高 有恩高 其实不是我都有恩高 是因为我的老师他教的好 我的老师圣灵他教的很好 然后当我求他来教我祷告的时候 原本我不会讲话 我的华语都不是很好 但是当我求圣灵的时候 他刺下话语在我的嘴巴 我突然间开口 有很多的词汇 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祷告词汇 就这样子的发在我的口中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求圣灵来教导你的时候 圣灵就会来帮助你 他就会来松满你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圣灵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很多时候你在你生命艰难的时候 突然间圣灵提醒你一句圣经的话 就好像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说到的 圣灵要使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说的话 有时候你读了这个圣经 你忘记了 但是圣灵会怎么样 圣灵会提醒你 他会提醒你要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 你需要常常的来依靠圣灵 你需要在神的里面 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要怎么样与圣灵来同步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灵的同步的意思 我们就来看一下圣经里面 把这个同步的这些的见证 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关于到圣灵的这个布局 圣灵的这些的事迹 你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 创世纪一到三节 我们就看到三位一体的神的存在 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天故他创造天地 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的灵就在那个水面上 就是圣灵 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第三节耶稣就是那个光 然后神所说的一些话就是真理 然后神所说 这个说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这个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 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 就在讲这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与神同步 因为圣灵从创世纪到整个的启示录 他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整本的圣经当中 你都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认识圣灵 我今天会跟大家讲三个的例子 在圣经当中一个见证 第一个我们来讲以诺的见证 我们来讲以诺的见证 以诺在这个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 就特别的记载 关于他的事情 只是短短的几节的经文 但是在二十四节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 就是说以诺他与神同行 他与神同行 神就把他接去 他就不在了 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两个人 是没有特别记载他们死亡的 一个就是以诺 一个就是于亚 你知道以诺他与神同行多少年 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神把他接去 没有经历任何的死亡 但是以诺你在他的圣经没有多说他的什么东西 但是特别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是解经家发现到的 以诺的儿子叫马吐萨拉 马吐萨拉他的名字很特别 为什么因为马吐萨拉 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在他的时代过后将会有神的审判 就是在马吐萨拉之后 在他的这个时代结束后 会有审判领导 所以马吐萨拉就是在 以诺所取的这个名字 以诺取到这个马吐萨拉这个名字的时候 非常的有意思 弟兄姐妹非常的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当马吐萨拉过世后 这个洪水就来了 马吐萨拉过世后洪水就来了 所以就预表着什么 神的审判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 以诺因为与神同行 他常常跟圣灵在一起 他常常跟神在一起 所以神可以把几百年后 你知道马吐萨拉是圣经记载 最常寿命的人 九百多岁 九百六十九岁 圣经最常寿命的人 以诺可以知道那几百年以后的事情 你觉得神奇妙吗 你觉得神厉害吗 他把几百年以后的事情 都已经告诉以诺了 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人担心 在这个经济动荡的时代 我们很担心我们是不是会受到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担心没有钱 我们担心没有食物吃 我们担心我们国家会不会破产 我们担心我们国家 会不会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担心我们的生活 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担心以后 如果有一天突然打仗会怎么样 我们很多的担心 但是弟兄姐妹 当以诺与神同行 他并不惧怕 他知道未来的事情了 他甚至用这个名字 来告诉大家要准备好了 所以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未来 因为神已经把未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了 透过圣经 透过他仆人的话语 已经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你 你为什么还要担心呢 他说他会保守我们 保守到底 我们看到 你如果就是这样 他与神同行 他甚至知道 未来所发生的事 所以第二 我们看到 约瑟的见证 弟兄姐妹 约瑟是一个非常 非常棒的一位的 一个属灵领袖 我们在创世纪39章23节 在这个时刻的约瑟 你知道吗 他已经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 他已经被下到监狱里面去 但是我们看 这个监狱 在这个经文当中 他是怎么记载约瑟的事情 任何交在约瑟手中的事 监狱长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都顺利 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啊 约瑟是一个囚犯 他应该是被关在 那个监狼里面的 但是那个典狱长 竟然让他来做事 典狱长竟然让一个囚犯来做事 弟兄姐妹 是这个典狱长疯了吗 是这个典狱长 没有用脑去想吗 不是 是因为神与约瑟同在 神与约瑟同在 所以约瑟做的事情都顺利 甚至可以成为典狱长的帮助 虽然他的身份是一个囚犯 但是他的心啊 并没有被囚在监狱当中 因为神与他同在 甚至我们看到约瑟 神与他同在到一个地步 我们看到创世纪41章38节 法老对神谱说 像这样的人 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弟兄姐妹 我跟你讲一个 关于到埃及的一个 他们的神学 埃及的神学就是 他们认为法老就是神 法老就是其中一个的神 是最大的其中一个的神的化身 法老本身是神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法老对他的神谱说 这个人有神的灵啊 在他里面 这句话不合逻辑的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不合逻辑的 因为法老自己本身 他把自己当成神了 可是他却说 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所以当上帝的灵彰显的时候 人自己会谦卑的 甚至人会看到神的灵在你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有神灵在你里面 你生活有好的见证 好的榜样 人自己会来问你的 你是基督徒吗 为什么你可以做东西 做到这么好 为什么你为人跟人的关系这么好 因为你信耶稣 有上帝在你的里面 难怪会这样 你知道吗 人看到你的时候 就好像看到上帝的灵在里面 代表什么 圣灵真的在你的身上 圣灵真的在你的身上 就连法老都说 约瑟里面有上帝的灵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不要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 你要的话 要常常的来聆听他 第三我们看到腓利的见证 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 一个使徒 在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九节当中 当这个斐利为这个太监 这个太监洗了礼之后 他们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就把斐利提了去 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的上路 弟兄姐妹 当主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发生一些事情 是科学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是科学不能解释 什么意思 你知道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很多的神迹就好像斐利 在圣经当中 没有多少个经文 记载到有人是被神的灵提去的 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 被神的灵提了去 那个保罗也曾经有 有讲过这个的经文 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斐利突然间提去 人就看不见他了 就好像这个 就好像以利亚一样 被神提去 人就看不见他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神的灵在你身上的一个印证 一个印证 你知道在很多的医院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的见证 是讲什么 很多的这种的医治 只有在基督徒身上才会发生 只有在基督徒身上 才会有这种这样奇怪的事情发生 弟兄姐妹是因为 我们的神他是真实的 所以你知道 当你去顺服神 你看到在圣经里面 这么多的见证 告诉到我们 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还有太多了 我讲不完 我只讲三个 但是你看到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还惧怕什么 我们还惧怕什么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我们能够怎么样 跟圣灵同步 我们怎样跟圣灵一起的同行 就好像以诺 就好像约瑟 就好像斐利 甚至圣经各种各样的 这个属灵的伟人 像这个 但以理 摩西 亚伯拉罕 这些的伟人 大卫 耶稣 耶稣的使徒们 彼得 保罗 他们怎么样得到圣灵的能力 他们怎么样跟圣灵同行 弟兄姐妹 有很重要的两个重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 首先你要认得他的声音 你要认得神的声音 第二 你要顺服他的声音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来谈 这两点的 这一个的 这一个的 这个的信息 我们从这两点当中 我们去认识 我们要怎样去顺服他 我们要怎样去听他的声音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样认得神的声音呢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声音 有太多的声音 有世界外面嘈杂的声音 也有我们内心里面的声音 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每次都会来问 就是我要怎样分辨 这个声音 是不是上帝的声音 弟兄姐妹 我今天跟你说 有三个声音的来源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第一个就是 自己的声音 你自己的声音 在你里面常常跟你说话 就好像在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接受神的灵的事 他反倒以为这是余着 并且他不能了解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顶悟 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听不到神的声音 是因为我们里面太多血气了 我们太多血气的声音 太多老我的声音 我们太多自己的私欲 自己的情欲 然后自己的骄傲在里面 所以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 我们接受不了 神你觉得神会浪费时间 跟一个不听他话语的人来讲话吗 不会的 弟兄姐妹 神不会浪费时间的 所以神他要我们怎么样 属灵 我们要属于圣灵 我们要转变自己的心态 去依靠使命 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血气 不是依靠自己的血气 很多时候圣灵所做的事情 我们是不能明白 但是我们需要去分辨 弟兄姐妹你要分辨自己的使命 你要除掉自己的血气 除掉自己的血气 你求神来帮助你除掉自己的血气 让你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第二点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魔鬼的声音 很多人晚上不能睡觉 因为太多的声音在他里面 一直指控他 一直的去骂他 像我自己在忧郁症的时候 每一天晚上 我都会听到魔鬼在跟我讲话 叫我去死 一直嘲笑我 你不能啦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 你以为你很厉害 你看都没有人爱你 你都没有人要你 这些都是魔鬼的声音 我经历了很久 所以我知道魔鬼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那我教大家怎么样分辨这个魔鬼的声音 在撒母尔记上16章第14到15节 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 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扫罗 然后有恶魔就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有魔鬼来扰乱他 扫罗的臣补对他说 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 弟兄姐妹我们要怎样知道 这是魔鬼的声音 魔鬼所带来的是扰乱的 他是来扰乱你的 他是来搅扰你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他是使你不能赚注在神的身上 所以每次你祷告 你听到一些的声音来扰乱你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是魔鬼在攻击 在扰乱你 他不要你来靠近神 他赐给你也是混乱 你知道神赐下的不是混乱 只有魔鬼赐下的是混乱 神的灵所赐下的是 次序是平静安稳 我们来看我们怎么分辨 这个圣灵的声音 约安福音十章十四节 耶稣自己说 他说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弟兄姐妹什么叫认识 什么叫认识 认识不是只是读圣经明白了就可以了 读圣经明白了是知道 认识是你跟他有一个真实的 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个叫做认识 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神 我们要花时间跟神相处 就好像你今天你要认识一个人 你必须要花时间多跟他相处 在上个礼拜当中 我们的这个同工团队 我们就去到了这个 槟城有这个退休会 我感谢主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我很少有机会认识到 我们的CJ弟兄 还有我们的黑色 黑色姐妹 我们的同工 很少有机会跟他们有深度的聊天 但是因为我们花时间聊天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更加深的认识彼此 对彼此有更加深的一层的认识 弟兄姐妹 你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你要花时间跟神讲话 你要花时间聆听神跟你讲话 你才能够怎么样 真正的认识到他 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他 不然的话弟兄姐妹 你所有的这个 你所有的知识 有一天会化为无用 你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 所以你要去认识神 你要花时间读圣经 你要花时间来祷告 因为你不读圣经 你就不认识神 你不读圣经 你怎么样知道 你所听到的是神 如果你听到的圣经 跟圣经是违背的 那100%不是来自神 100%不是来自神 所以耶利米苏 第29章11节 神告诉我们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祸灾的意念 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弟兄姐妹 神要赐给你和我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祸的意念 弟兄姐妹 叫我们怎么样 有盼望 神给我们的话语 是造就安慰 勸勉 是给我们鼓励的 祂是带给我们平安 是带给我们喜乐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在创世纪 我刚才说到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 神的灵 运行在这个水面上 你知道这个水 在这个翻译 原文的翻译 它就是海 这个chaos 这个海是有这个chaos的意思 就是混沌 一个混乱 你知道吗 混乱 很糟糕 很乱 这个水是非常的乱 但是当神的灵 一来到这个水面上的时候 就带来了次序 神的灵 一来到的时候 它就带来次序 神就开始 创造宇宙万物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神带来的是次序 你去研究整个的圣经 你认识祂 你要认得祂的声音 祂带给你的是平安 带给你的是次序 祂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 有聪明的神 祂是一位好神 祂要吃给你的 是叫你的心得到平安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认得祂 神明 你要常常跟祂相处 所以当你认得了祂的声音 弟兄姐妹 你就要学习来顺服祂 你要来顺服祂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顺服神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认识神 所以今天当你开始听到神跟你说话 你要来操练 你知道在基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九节 告诉我们说 不要熄灭圣灵 或者是和赫本 告诉我们的翻译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常常有话在我们的里面 对我们来说话 要我们去顺服 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 你会得到许许多多的好处 祝福 我相信这个见证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但是我还想要再讲 我还想要来见证我的神 弟兄姐妹 我过去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虽然我现在还是二十几岁了 但是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我就是有一次在假期 我的这个假期 我就想要在家好休息 但是我妈妈就叫我去 载我妹妹放学 那我去载我妹妹的这个路程当中 我就就是没有想什么 但是到了我妹妹的学校 我在等她 我在等她的时候 我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到四十多分钟吧 等了好久 她一直都没有出来 其他的学生都已经离开了 所以我就停下我的车 我就进到学校里面 我就问她的这个 她的学校里面office的这些的员工 有没有看到我妹妹 因为她是一个 她读的是国际学校 所以就是他们都是互相认识的 她说没有 我没有看到她 然后她甚至这个员工呢 她就去了整栋的学校帮我看了 她都说没有看到我的妹妹 她都说没有看到我妹妹 其实那个时候 我妹妹正在老师的办公室 正在老师的办公室 那个员工就是没有看到老师的办公室 所以你知道 我就跟她说没关系 我就准备先回家 我先回家 因为我不知道我妹妹 我还想她是不是跑出去了 回家的路程当中 我非常的生气 我非常生气 我就想到说 为什么她出去玩没有交代 为什么出去玩没有交代 要让我浪费我这样多的时间 我今天是假期 我还要给你这么多的时间 为什么要让我这么样的花时间 然后我就很生气 当我开车开到一半 差不多要到家的时候 我的妈妈就打电话给我 我妈就跟我说 你妹妹在学校等你 你可以转回去载她 弟兄姐妹 我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更加生气了 我更加生气 我已经要回到家了 我已经要回到家 你现在还要叫我再转回去 你还要叫我再去载她 我很生气 我非常的非常的愤怒 但是神在我里面 就告诉我一句话 她说你不可以生气你的妹妹 你不可以骂你的妹妹 不可以生气 然后我就挣扎 你知道我在挣扎 我立刻说好主 我顺服你 我选择顺服你 我把我的情绪先控制 冷静下来 我说主我不要发脾气 我不要生气 我就顺服你 我不要生气 我不要骂我的妹妹 但是我要跟她讲话 下次要早点通知 所以我就回到学校 我就载了我妹妹 载了我妹妹 我妹妹好像没有事情 看我就hello hello 这样子 没有事情 我就跟她讲话 下次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要早点讲话 打电话 因为我们要来载你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你安不安全等等 我就跟她讲 她说OK 那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那弟兄姐妹 我真的没有骂她 我真的是好好跟她讲 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妈妈就站在门口 就笑着看我 她说 儿子来这个燕窝 给你喝 这边阿姨给了你一点的零用钱 你哪去花 你哪去花 弟兄姐妹 我当下我拿到燕窝和那个钱的时候 那个零花钱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神啊 我只不过是顺服你一句 不要生气 你就这样子的来祝福 你真的是一位好神 你真的是喜悦我来顺服你 我好感恩你知道吗 我心里面就是带着感恩 我除了感恩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讲 我就说 神我感谢你 我真的感谢你 但是后来我就理解到 为什么神告诉我 不要发我妹妹的脾气 因为原来当天早上 我妹妹跟我妈妈就吵架了 吵架之后 我妹妹就跟神打 我跟她说 神啊这个家都没有人爱我的 都没有人爱我 每个人都要骂我 每个人都要讲我坏话 结果神就告诉我 不可以发她脾气 因为有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神才告诉我 所以神也听她祷告 神也让我学到一个顺服的功课 所以这种姐妹 当你顺服的时候 神可以来祝福你 所以我们要来看 我们要怎么样顺服神的声音呢 第一 当你顺服神的声音 你会开始成为一位带导者 你可以这样子的去操练 在犹大书当中 这个犹大书20节到21节 就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 至于你们 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借着圣灵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进入永生 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带导者 神会常常把一些人的名字 给你一些的感动 让你来为他们祷告 当神要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你需要开始的来为他们祷告 而且我们的祷告 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不是借着我们的口中的话语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我的见证 就是我求圣灵 教我怎么样来祷告 我求圣灵来怎么样 教我祷告 因为我们是借着圣灵祷告 我们不是借着口 我们不是借着人的力量 不是借着字典 我们借着圣灵祷告 我们是靠着圣灵来祷告 所以你要求圣灵教导 你怎么样去祷告 你要求祂怎样祷告 在神里面 我们就怎么样保守自己 在祂的爱里面 我们能够常常保守自己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靠着圣灵 让圣灵赤下感动在你的里面 要你为某一个人祷告 为你的家人的救恩祷告的时候 你就为他祷告吧 你就为他祷告 他真的需要 第二 当我们顺服神的声音 我们就会开始成为一个服侍者 我们开始成为一个服侍者 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 你知道 这个撒加利亚 就是神这样子跟他说 他回答我说 这是耶和华说 只是所罗巴伯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一生 都是为了服侍神 我们一生的果效 都是为了服侍神 都是为了敬拜神 你的生命就是一个 活生生的一个祭物 你的生命就是要献上自己 来敬拜神 来赃养神的荣耀 因为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 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来敬拜 敬拜祂 所以当我们要不是的时候 当我们要生活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依靠任何的势力 什么是势力 假设你今天认识安华 你今天认识Mahadiel 你认识许许多多的 这种的国家级的人物 政治人物 你甚至认识美国的总统 但是弟兄姐妹 这一些的领袖 我们人口中的领袖 他们也是人 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 你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 不是依靠这些人 你知道吗 不是依靠任何的人 也不是依靠你的才能 你今天可能你很聪明 你可以拿到诺贝尔奖 你可以做很多很伟大的事情 你可能在你的这个领域当中 很少有人可以超越你 但是神说也不是依靠你的才能 因为有一天你也会累到的 有一天你的这些的idea 你的这些的知识 也会过时的 你的这些想法也会怎么样 也会到极限的 不是依靠我们自己 乃是依靠神的灵 方能尘世 为什么神的灵很重要 因为神是无限的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弟兄姐妹 神是无限的 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的有限需要依靠无限的上帝 你自己都有限了 你怎么样救你自己 你只有依靠无限的上帝 你才能够来做好你手中的事情 所以你是依靠圣灵 在你的生活里面 因为你只有依靠无限的上帝 你才有无限的可能 因为你依靠无限的上帝 你的力量才会是无限的 所以弟兄姐妹 依靠神 成为服侍者 起来 服侍你的弟兄姐妹 靠着圣灵 你会有许许多多的成长 神会在服侍里面塑造 建造 第三 当我们顺服神的声音 神要我们成为一名祝福者 神要让你来祝福 身边许许多多的人 你知道在使徒行传 20章35节保罗所说的 他说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 师比受更为有福 弟兄姐妹什么叫 师比受更为有福 你知道神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 神要祝福我们的生命 是叫我们福杯满意 福杯满意是什么意思 这是那个杯子 你的祝福 神要一直倾倒下来 倒到一个地步 祂要满出来 满出来这些要去到哪里 去到别人的身上 要祝福到其他的人 因为你愿意给的时候 是比你领受是更有祝福的 当你愿意给的时候 你才能够成长 你才能够给更多 这是神给我们很奇怪的原则 弟兄姐妹 神告诉我们说 当你愿意给的时候 神就会更加的祝福你 你愿意给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的蒙福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道理 照逻辑来说 当我们给了之后 我们就没有了 可是神告诉我们说 你给了之后 你会有更多 你会有更多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靠着圣灵的时候 你要去祝福他人 你要去帮助软弱者 你要去扶持他们 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弟兄姐妹 当你这样行的时候 你会被神大大的来祝福 在这个时候 我想要来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想为着你来祷告 我要求神来帮助你 求圣灵在这个时候来充满你 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不是你一个人 是有神与你同行 所以阿波这个时候 我们就一起的来祷告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 我向你呼求 在这个时候 你来充满在我们 你目前的弟兄姐妹 来充满他们 因为圣灵你是超乎 所以主啊 虽然我们现在隔着一个的荧幕 我们一起的来崇拜 但是你是无限的 我们求你的无限 这个时候来充满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啊来浇灌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啊使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刻 经历到圣灵 你向他们来吹起 主啊让他们在这个时候 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当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 充满你的时候 你要成为一名带导者 你要开始会很多的祷告 你会发现到你的祷告 越来越棒 越来越有这个词汇 因为圣灵帮助你来祷告 第二我要祝福你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能够成为一个服侍者 你能够帮助许许多多的人 当你服侍的时候 许多的人 会因为你的服侍得到超求 第三我要来祝福你 当神的圣灵 交关你的时候 你会成为一个祝福者 你会丰盛有余 许许多多的人 会从你身上 得到上帝的祝福 所以你自己本身 要得到祝福 上帝也要透过你 祝福许许多多的人 圣灵我向你呼求 求你来交关 主啊使到我们 重新得力在你的里面 主要再次来跟随你 来服侍你 愿我们与你同行 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生的名所求 Amen Amen 愿主赐福大家 让我们继续每天朝天 与圣灵同步 神的灵与你同在 Amen 感谢神 谢谢神传道在我们当中 为我们的分享 求神继续带领我们 接下来一个星期的脚步 充满神的恩惠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游游游远 愿神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天 安息日 安息在主的怀抱当中 安息在神的怀抱里 感谢神 我们下个星期 一样先上见咯 拜拜